卧室不能浪费的8个一平方米 1.卧室门后一平米 以前白白浪费 可以设计超薄柜 上面挂衣帽 下面放包包 也不影响房门开关 2.衣柜侧边一平米 不再简单气墙 而是设计薄侧柜 开关放中间 上下放玩具杂物 关上柜门不落灰 3.左边床头柜一平米 不仅底下是卫生死角 还挡住角落柜门打不开 不如不买床头柜 角落柜门分两层 中间抽拉式台面 完美替代床头柜 还没有卫生死角 4.卧室窗帘一平米 不再贴内墙安装 而是改到飘窗里 节省卧室空间 5.卧室飘窗一平米 去掉旁边床头柜 延伸飘窗做矮柜 大件杂物好收纳 上方扑休闲坐垫 享受下午的优闲时光 6.床头旁边一平米 设计悬空梳妆台 多出一个化妆区 7.台面上方一平米 增加一组梳妆柜 平平罐罐好分类 8.窗户右边一平米 定制一张大书桌 居家办公更轻松 搭配一组小书柜 书籍资料好收纳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